前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然后我们把后面也清理干净以后 我们要转一个角度 先转一部分角度 大概转个四五度左右的样子 把大滚上的剩下的油膜 先把它清理干净 这样的话就是说 所有在交接面上的那些油膜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它清理干净了 清理主轴油膜的方式 就是背面一半先清理干净 然后再把正面的一半清理干净 然后再转个四五度角 把交接位置的清理干净 然后最终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哪些位置 还有剩下的那个的话 再把它清理一下 就完成了油膜的清理工程